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白 怎么了 天然哥 看见没有 师傅今天就教你职场的第一课 在办公室赤都市 绝对是一个大集 尤其对于新人来说 请所有人喝一杯奶茶 不贵 又团结了同事之间的关系 何乐而不为呢 范组长刚刚已经做了一个 错误的示范 接下去就看你的了 确定要所有人的吗 瞧你的小气样 不是每一天 但第一次总是要表现一下 我明白了 不过 天然哥 我微信里没那么多钱 我得先转一下 我一看你也是挺会过的啊 这样 雷师这儿有一张五块钱的优惠券 赞助给你了 拿着 对了 我那杯办的 好 天然哥 奶茶到了 好 各位同事 这是我徒弟小白 刚来公司请大家喝奶茶 我来一杯 天然啊 有你这样的好师傅 保驾护航 这孩子错不了 是吧 范组长 小白请大家喝的奶茶 来一杯 你还能喝得香吗 不用了 我刚喝过来 谢谢啊 小白 那我就替你喝了 干得不错啊 咱们稳了 那个天然哥 这边就交给你了 我得去把剩下的奶茶给发完 收下 这几个 咱部门够了 那不是谁 不是您告诉我 要请所有人喝奶茶吗 我还特意去 HR问了一下 咱们公司总共有多少人 赌恩 少人 你一共点了八百九十三杯奶茶 合计是两万零五百三十九块 用了一张五元的优惠券 那就是两万零五百三十四块 你看看 对不对 公司算上保安保洁八百九十三 对 没错了 对吧 来来来 帮我清了这儿 好嘞 谢谢 辛苦了啊 没事 所以一共是八百九十三杯奶茶 一杯不止 天然哥 谢谢 天然哥 谢谢 谢谢你教我这些 也谢谢你的优惠券 我带你去忙啊 就 交给你了啊 八百九十三杯